第33回曹丕成乱那真是国家一计定辽东 却说曹丕见二夫人啼哭 拔见欲斩之 忽见红光满目 虽暗见而问曰 辱何人也 一妇人告曰 妾乃袁将军之妻刘氏也 批曰 此女何人 刘氏曰 此次难袁熙之妻真是也 尹熙出镇幽州 真是不肯远行 故刘与此批托此女近前 见批发垢面 披以山秀是其面而观之 见真是玉姬花茂 有倾果之色 遂对刘氏曰 无乃曹丞相之子也 愿保辱家 辱无忧虑虽暗见坐于堂上 却说曹操统领众将入计周成 将入城门 许忧纵马进前 以便指城门而呼曹曰 阿满 辱不得我 安得入此门 曹大孝 众将闻言 拒怀不平 曹至少府门下 问曰 谁曾入此门来 守将对曰 世子在内操唤出则之 刘氏初败曰 非世子不能保全怯家 愿现真是为世子执击肘操 叫唤出真是败于前 操氏之曰 真无而复也 遂令曹丕纳之 操既定几周 亲往元少墓下设计 再败而哭甚哀 故为重观曰 昔日无与本初供起兵时 本初问吴曰 若是不及 方面何所可惧 吴问之曰 足下易于洛河 本初曰 吴难俱河 北祖焉代 兼沙漠之众 难向以征天下 数可以几乎 吴达曰 吴任天下之智力 以道欲知 无所不可 此言如佐 而今本初已丧 吴不能不畏留替也 众皆叹息 操以金箔两米 刺少气流逝 乃下令曰 河北居民遭兵阁之难 静免金年租赴一面邪表深吵 操自领济周末 一日 徐楚走马入东门 正迎许忧 忧患楚曰 如等无我 安能出入此门户 楚怒曰 无等千生万死 身貌血战 夺得城池 如安敢夸口 忧骂曰 如等皆匹夫尔和足道哉 楚大怒 拔剑杀忧 提头来剑曹操 说许忧如此无礼 某杀之以操曰 子远与吴旧交 故湘细尔 何故杀之 深则许楚 令后葬许忧 乃令人遍访济周贤事 济民曰 其都尉崔岩 自济归清河东武城人也 数曾献祭于袁绍 绍不从 因此托吉在家 操吉赵岩 为本周别嫁从事 而魏曰 作案本周不及 共计三十万众 可谓大周掩曰 金天下分崩 九州福列 二元兄弟相征 济民曝谷原也 丞相不及存问风俗 就其涂炭 而先计较不及 其本周侍女所望于民工灾 曹文言 改容谢之 代为上宾 曹以定济周 使人探员谈消息 石坦引兵截掠甘陵 安平 国海 河坚等处 文元尚败走中山 乃统军公职 尚无心战斗 静本幽州投袁锡 谈尽将其重 欲复读济周 曹使人照之 谈不至 曹大怒 持书决其婚 自统大军争之 直抵平原 谈文曹自统军来 遣人求救于刘表 表请玄德商议 玄德曰 金曹已破济周 兵士正胜 原氏兄弟不久必为曹勤 就之无益 曹操常有窥金香之意 国之养兵自首 未可妄动表曰 然则何以谢之 玄德曰 可作书与原氏兄弟 以和解为名 晚辞谢之 表然其言 先遣人以书以谈 书略曰 君子为难 不是仇国 日前文君屈膝降曹 则是望先人之仇 弃手足之意 而以同盟之耻矣 若即周不地 当将心相从 待施定之后使天下平 其屈职不亦高一夜 又与原 上书曰 青州天性俏即民于屈职 均当先除草操矣 足先攻之恨 施定之后 乃即屈职 不亦善忽 若民而不反 则是寒卢 东郭自困于钱 而以田赋之货也谈得表书 知表无发兵之意 又自了不能抵操 岁气平原 走宝南皮 曹操追至南皮 时天气寒素 河道进洞 凉船不能行动 操令本处百姓敲兵拽船 百姓闻令而逃 操大怒 欲不斩之 百姓闻的 乃亲往营中投手 操曰 若不杀儒等 则无号令不行 若杀儒等 无诱不忍 儒等快往山中藏地 修备我军士擒获 百姓皆垂类而去 原谈引兵出城 与曹军相敌 两阵队员 操出马以边指谈而骂约 无厚待辱 辱何生一心 谈约 辱犯无境界 夺无城池 赖无妻子 反说我有一心耶 操大怒 使徐晃出马 谈使彭安接战 两马相交 不束和 晃展彭安于马下 谈军败走 退入南皮 操浅军四面围住 谈兆荒 使心平见操约将 操约 原谈小子 反复无常 无难准信 辱地心脾 无以重用 辱亦留此可也 平约 丞相差矣 某文主贵陈荣 主忧陈辱 某九世原世 岂可备知 操知其不可留 乃遣回 平回见谈 言操不准投降 谈斥曰约 辱地献是曹操 辱怀二心耶 平文言 气满田凶 昏厥余地 谈令浮出 须于而死 谈亦毁之 郭图未谈约 来日禁区百姓当先 以军继齐后 与曹操决一死战 谈从其言 当夜禁区难提百姓 接指刀枪平领 四日平明 大开四门 军在后 区百姓在前 海声大举 意其拥出 直抵曹战 两军混战 自沉至武 胜不未分 杀人遍地 操剑未获全胜 弃马上山 亲自击鼓 将士箭支 奋力向前 谈军大败 百姓被杀者无数 曹洪奋威突阵 正营远坛 举刀乱砍 谈竟被曹洪杀于阵中 郭图剑阵大乱 急迟入城中 跃进望剑 年功搭剑 设下城豪 人马巨献 曹引兵入南皮 安抚百姓 忽有一彪军来到 乃元西部将交处 张南野 曹自引军迎之 二将倒戈卸甲 特来投降 曹封为猎侯 有黑山贼张燕 引军十万来将 曹封为平北将军 下令将元坛守级号令 敢有哭者斩 头挂北门外 义人不观衰一 哭于头下 左右拿来见曹 曹问之 乃青州别嫁王修也 因见元坛备主 今知谈死 故来哭之 曹曰 辱之无令否 修曰 知之曹曰 辱不怕死也 修曰 我生受其辟命 亡而不哭 非一言 为死忘义 何以历史乎 若得收藏谈师 受禄无恨曹曰 河北义时 何其如此之多也 可惜元师不能用 若能用 则无安敢正眼去此地灾 遂命收藏谈师 理修为上宾 以为私金中郎将 因问之曰 金元上以头元息 取之当用何策 修不达 曹曰 忠臣也问国家 家曰 可使元师将将交处 张南等自公之 操用其言 随差交处 张南 吕旷 吕祥 马延 张乙 各隐本部兵 分三路进攻幽州 一面使离点 跃进会和张燕 打并州 攻高干 且说元上 元息之曹兵将至 廖南营敌 乃气成隐兵 兴夜奔辽西 投乌桓去了 幽州刺史乌桓处 据幽州重官 煞血为盟 共义被元相曹之士 乌桓处先言曰 无知曹丞相当时英雄 今往投降 有不尊令者 斩依次煞血 寻至别价寒行 行乃至见于地 大呼曰 无受元公父子厚恩 金主败亡 至不能救 永不能死 于亦缺矣 若北面而降操 无不为也 众皆失色 乌桓处曰 复兴大事 当立大义 誓之既否 不带义人 韩行既有至如此 听其自贬推行而出 乌桓处乃出城迎接三路军马 竟来降操 操大喜 加为镇北将军 呼探马来报 跃进 离点 张燕攻打并舟 高干守住湖关口 不能下操 自乐兵前往 三将接着 说干聚官南机 操及重将 共义破干之计 寻幽约 若破干 需用诈祥计方可操然之 幻翔将 吕邦 吕祥 富尔迪言如此如此 吕邦等隐君数十 直抵官下 教曰 吴等元系元氏旧将 不得已而降曹 曹操为人诡诀 伯代吴等 吴今还付旧主 可及开官香纳高干未信 只教二将自上官说话 二将谢甲弃马而入 未干约 曹军心道 可承其军心未定 今夜结寨 某等愿当先干喜从其言 事业交二旅当先 引万于军前去 将至曹寨 背后喊声大震 伏兵四起 高干之势重计 即回湖关城 越近 离点已夺了关 高干夺路走脱 网头缠鱼 曹领兵拒住关口 使人追袭高干 干到禅于界 正迎北藩左贤王 甘下马拜扶于地 严曹操吞并江土 金玉犯王子地面 万起救援 同利客户 以保北方 左贤王曰 吴与曹操无仇 岂有亲谋土地 辱欲使我结怨于曹氏爷 赤退高干 干寻四无路 只得去投留表 行至上落 被都尉王岩所杀 将头解送曹操 曹丰掩为列侯 并舟既定 曹商以西姬乌环 曹洪等约 袁熙 袁上兵败将王 是穷立尽 远头沙漠 我今引兵西姬 躺刘备 刘表成虚袭许都 我之应不及 为祸不前矣 请回师 物尽为上 郭家约 诸公所言错矣 主公虽微震天下 沙漠之人 是其边缘 必不设备 成其无备 足燃机之 必可破也 且袁绍与乌环有恩 而尚与西兄弟有存 不可不除 刘表座谈之客尔 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 重任之则恐不能治 轻任之则备复为佣 随虚国远征 公无忧也操曰 奉孝之言 即是岁率大小三军 车数千辆 往前进发 但见黄沙默默 狂风四起 道路崎岖 人马难行 操有回军之心 问于郭家 家此时不服水土 卧病车上 操弃曰 因我欲凭沙漠 史公远射艰辛 已至染病 无心和安 家曰 某感丞相大恩 虽此不能报万一操曰 无见北地崎岖 亦远为君 若和 家曰 兵贵神速 金千里席人 资众多而难以驱立 不如清兵尖道已出 掩其不备 但须的是 静路者为引导而碎流国家 于一州养病 求向导官已引路 人见袁绍就将田仇 伸之此境 操召而问之 仇曰 此道秋夏间游水 浅不通车马 身不在周急 最难行动 不如回军 从卢龙口 越白潭之险 出空虚之地 前进柳城 掩其不备 踏顿可一战 而秦也操从其言 封田仇为静伟将军 做向导官为前驱 张辽为次 操自压后 背道倾其而尽 田仇引张辽前至白郎山 郑宇元熙 袁上会和踏顿等数万起前来 张辽非报曹操 操自勒马登高望之 见踏顿兵无队伍 参差不整 操魏张辽曰 一兵不整 便可及之 难以挥受辽 辽引徐楚 于进 徐晃分四路下山 奋力急攻 踏顿大乱 辽拍马斩踏顿于马下 于众皆降 袁熙 袁上引数千骑 投辽东去了 操收军入柳城 丰田筹为柳亭侯 移守柳城 筹替契约 某富裕桃蒜之人尔 蒙厚恩全活 畏姓多矣 岂可卖炉龙之寨 以妖赏路灾 死不敢受侯爵操一只 乃败仇为一郎 操府为蝉鱼人等 收得骏马万匹 即日回兵 时天气寒且汗 二百里无水 君又乏凉 沙马为时 凿得三四十丈 方得水 操回至乙州 重赏先增见者 因为重奖约 孤前者成为远征 侥幸成功 虽得胜 天所有也 不可以违法 诸君之鉴 乃万安之计 事已相赏 后悟难言 操到一周时 郭家已死数日 停就再攻陷 操往即之 大哭曰 奉孝死 乃天丧无也 回顾众官曰 诸君年齿 皆孤等辈 为奉孝最少 无欲脱以后世 不期中年夭折 史无心肠崩裂矣 家之左右 将家临死所封之书 承上曰 郭公临王 亲笔殊此 主曰 丞相若从书中所言 辽东士定以操拆书士之 点头接探 诸人皆不知其意 次日 夏侯敦引众人秉曰 辽东派手 公孙康 九步兵符 金元熙 袁上又往头之 必为后患 不如成其未动 速往征之 辽东可得也操笑曰 不凡诸公苦微 数日之后 公孙康自送二元之首 致以诸将皆不肯信 却说袁熙 袁上引数千其奔辽东 辽东派手 公孙康 本乡平人 武为将军 公孙度之子也 当日之袁熙 袁上来头 遂具本部署官 商议此事 公孙康曰 袁绍在日 常有吞辽东之心 金元熙 袁上兵带将王 无处一期 来此乡头 是揪夺雀巢之一眼 若容纳之后必相图 不如转入城中杀之 线头与曹公 曹公必中待我康曰 只怕曹操引兵下辽东 又不如那二元使为我住公曰 可使人探听 如曹兵来攻 则留二元 如其不动 则杀二元 送与曹公 康从之 使人去探消息 却说袁熙 袁上至辽东 二人命已约 辽东军兵数万 足可与曹操争衡 金赞投之 后当杀公孙康而夺其地 养成气力而抗中原 可赴河北也商议已定 乃入见公孙康 康刘于管义 只推有病 不及相见 不一日 细作回报 曹公兵囤一周 并无下辽东之意 公孙康大喜 乃先扶刀扶手 于必一种 十二元入 相见礼帝命坐 十天气严寒 上见床榻上无音入 为康曰 愿扑坐席 康称目言曰 辱二人之头 将行万里 和习之友 上大惊 康赤曰 左右合不下手 刀扶手拥出 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头 用木匣承住 使人送到义州 来见曹操 时操在义州 按兵不动 下侯敦 张辽路秉曰 如不下辽东 可回许都 孔刘表 生心操曰 拜二元首级制 即便回兵 中阶暗孝 呼报辽东 公孙康 遣人送袁熙 袁上首级制 众皆大惊 使者呈上书信 曹大孝曰 不出奉孝之料 众上来使 封公孙康为乡平侯 左将军 众官问曰 何为不出奉孝之所料 操碎出郭家书 以示之 书略曰 金文元熙 元上网头辽东 民工切不可加兵 公孙康九位元氏吞并 二元网头必宜 若以兵机之 必并力营敌 即不可下 若缓之 公孙康 元氏婢子乡土 骑士然也众皆勇跃称善 操隐重官附设 寄于郭家陵前 亡年三十八岁 从征时有一年 多利其勋 后人有诗赞约 天生郭凤孝 豪杰冠群英 腹内藏经史 胸中引甲兵 运谋如范里 决策似陈平 可惜身先丧 中原梁栋清操 领兵还祭州 使人掀附郭家陵旧 与许多安葬 成玉等请约 北方既定 金桓许多 可早见下江南之策 操孝曰 无有此至久矣 诸君所言 郑和吴义 使夜宿于济州城 东角楼上 平栏仰观天文 时寻幽在策 操旨曰 南方望其灿然 恐未可图也 幽曰 以丞相天威 何所不服 郑看间 忽见一道金光 从地而起 幽曰 此必有宝于地下 操下楼令人随光觉知 正是 新闻方向南中指 金宝玄从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 且听下文分解